我們剛剛是用數位的方式來判斷 所以這邊會產生只有兩種狀態 二選一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那個分好多段的方式 如果多少到多少之間就怎麼樣 多少到多少之間就怎麼樣 那個也可以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怎麼樣用計算的方式 就它這個進來的數字是0到1023 那如果你要讓它直接用計算的方式去處理 就不要用分段的方式 那比如說我希望我的小貓 它的位置從這邊到這邊能夠移動的話 那這邊在它的坐標最左邊 X軸最左邊是負的240 右邊是正的240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總共的範圍有480 可是我的滑桿是0到1023 就是換句話說1024 那所以呢我就可以把這個數字 我這個數字如果拿進來 我先把它除以1024 就把它的範圍把它除掉 除掉之後再乘以480 除掉之後 乘上480 那這樣子我滑桿再怎麼滑 它就是0到480 這樣各位懂意思嗎 好那 範圍決定好了之後 但是因為我的小貓要移動的是坐標 因為0是在這個位置 那這裡是240 那480呢在這個地方 可是我畫面只能到這裡 就不能再過去 所以我要整個往左邊 整個座位要往左邊再移240 所以我要再減掉240 就是這個整個算出來的結果 要再減掉240 好這個東西就把它當作小貓的位置 所以我就讓小貓一直重複的移到 所以S軸就把它取代掉 S軸的那個數字就把它取代成這個位置 好讓它一直重複的移動 當我按綠期 好你看喔 我移到哪裡小貓就走到哪裡 移到哪裡小貓就走到哪裡 這就變成一個類似遊戲控制的方向的按鍵 那個打樁塊的板子之類的 好然後你就可以做一些遊戲 做一些教具來配合你的內容 好那當然同樣的 如果你要做旋轉 旋轉 這個面向它可以轉360度 0到360 那所以你的數字要變成 它的數字是0到1023 所以一樣除以1024 然後乘上一圈是360度 好然後把它放進去 好那我如果用這個 它就可以轉到一圈 好你看 這是面向上面 繞一圈 面向上面 360度轉一圈 好 所以就類似這樣的做法 你可以去決定它的 它的大小 然後就用即時運算的方式 就是去得出你要做的動作 或者變形的量 或者發出的聲音 剛剛講 我可以用滑桿直接發出聲音 那剛剛的那個 變 我可以直接 用這個數字 然後剛剛不是那個9號 然後9號是音頻 音調 然後我可以讓它發出聲音 那可是這裡面呢 我就用那個運算過的數字 那因為它的數字 本來是0到1024 如果我要聽的是 0到10240 那就乘以10倍就好 對不對 好就乘以10倍 把這個數字 滑桿抓進來的數字 直接乘以10 然後丟進來 好那現在我就變成滑桿在控制 0當然就沒有聲音 好我 這裡漏掉 9號 不要忘記 這個常常會發生 好所以你就變成用你的滑桿 你知道 你就變成用你的滑桿在控制聲音的高低 好 那剛剛講 如果它是一個小喇叭 那我不要隨時發聲啊 我不能隨時發聲 我要可能 吹麥克風 或是按按鈕才發聲對不對 這個留給你自己想 好來試一下試一下 請你用運算的方式 來處理 輸入的數字 好用運算的方式來處理輸入的數字 讓它符合你所要的範圍 好 所以最簡單的你就是拿那個A0拿來 就用剛剛的音調好了 讓它發出不同的聲音的高低 用滑桿 來發出不同的聲音 來請你試試看 在你身上的音調 來試試看 對 在你身上的音調 我來試試看 你試試看 我來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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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在你身上的音調 你試試看 就很難 你試試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